实在好羡慕 因为强融海运的员工 今天又被钱砸醒了 年终奖金发放了 大概一个人领了60万元 杨并海运也估计 每个人能领超过百万元 强融海运员工一早再一度 被银行的入账通知吵醒了 又是一次被钱砸醒的感觉 因为年终奖金又来咯 强融海运股东会通过发放 员工酬劳19.18亿奖金 5月31日入账 每人平均可领到10到11个月 保守估计大约是60万元 直接入贷 买台国产车没问题 羡慕 还蛮羡慕 当然好啊 都可以买一台车了 那你们行业有年终奖金吗 有啊 大概差多少 差了四五倍有吧 疫情期间全球运价飙涨 潮融海运连续两年发出超过 40个月的年终奖金 若再加上这一次的年终 再发放了10到11个月 等同于领到了60个月起跳的奖金 一般老百姓得赚超过4年才领得到 但跟杨明比长荣还不够看 杨明更狂了 股东会通过了根据公司张成获利 提拨员工酬劳百分之一 也就是23亿元 以杨明的员工数来计算的话 每个员工可以领至少30个月 若以月薪4万来计 杨明员工至少有超过百万进账 杨明韩运这次提拨23亿元 员工酬饶 金额高居货柜三雄之冠 但万海当然也不少 去年税后净利930.7 而亿元写次高 万海员工酬劳 预计能发放约7.45亿元 每月员工年终预计能领 12到13个月的奖金 货柜三雄砸钱力道实在太羡慕了 让人好想也体验看看 被钱砸醒的一天 东森财经新聞 吴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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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